而一艘赖比瑞亚籍名字叫马奎沙的游轮 8号的上午航行到台东南与外海的时候 疑似因为机舱的引擎室冒烟起火 而向国收中心求救 而国收中心也立刻转发各单位 随后包括了空勤、国军以及海巡等单位 都展开了救援 并后送了8名船员 而另外16名船员则是留在船上抢修 而8名船员目前已经进行了防疫筛检 之后将会进行安置 今日上午10点半左右 空勤队驻台东机场第三大队第三队 接获国收中心的通知 一艘赖比瑞亚及马归沙游轮发生了火灾 需要救援 空勤队获报后立即出动两架黑鹰直升机 投入救援 同一时间国军以及海巡 也同步出动了一架黑鹰 以及三艘船艇赶赴现场 而当空勤队人员抵达现场时 船上回报火势已自行扑灭 但有船员带协助后送 而空勤队随即进行调挂作业 将其中8名船员送至台东机场 而县府也紧急启动了防疫措施 编组人员前往机场设置防疫筛检站 而船员一下直升机后 立刻被带往检疫站进行检体的采集 那现在他们分批送过来之后 我们现场的那个检疫人员 会对他们针对他们做疫情调查 那如果说他们有生病症状的 我们会用救护车送到 送到那个医院的隔离病房 那如果没有生病症状的 我们会送到那个 那个隔离场所去 目前是暂时会让他们 很滞留在台东观察 14间是吗 没有后续的话还要再看 就是机关署跟他们那个船东联系 还有整个后续诊断判断的结果 而据了解该艘邮轮是从中国山东泄完油后 准备航行至新加坡 未料在航行到来与外海 东南方62里时 机舱的引擎室冒烟起火 而船上一共有24名船员一边救火 一边向台湾发出求救信号 虽然目前火势已被扑灭 但船只却失去了动力 所幸船员均无大碍 除了8名后送以外 其余16名站不撤离 留在船上等待后续托船业者前来处理 记者陈吉林台东综合报导